从中正区条河街301号附近走进去不到5分钟 就可以看到铁路深澳坑直线 这里就是民众希望增设新火车站的地点 因此不少住户向基隆市议员吕美玲 以及立伟林佩祥反映 立伟林佩祥特地邀请交通部铁道局 市政府交通处和督发处以及沙子里里长 和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现场会刊 但是初步发现铁道的坡度不适合设站 由于中正区条河街的住户越来越多 房屋建案也不断增加 预估未来至少将有3000户的民众住在这里 因此林佩祥希望铁道局在审慎评估 更适合设站的地点 现在我们在这个中正区条河街 幽活台北村这附近 不管是现在已经有将近 可能我目前目测可能有将近1000户的 新移过来的住民 还是未来跟我们美林议员讲的一样 可能会高达3000户 那我在这边看目前这边附近的土地 似乎还有可能再有新的建案 新的住民来去移居到我们中正区的可能性 所以我这边跟美林议员 然后我们刷自己的旅长一起 说我们来建请台铁 看是不是在这附近多设一个车站 因为这附近2088是最主要的国道客源路线 但是2088 如果从2088要直接到台北 不管是是否转运站也好 台北市中心也好 似乎可能会不太够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为了是疏散未来这边的人潮 不要让所有人都开车到台北上班 那用铁道用台铁来去增设一个车站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就跟着我们美林议员 一起来这边办个会看 寻求有没有在这边再开一个车站的可能性 我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做一个审慎评估 因为他们刚刚提出的客观数据来讲 我知道这个任务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给他六个月的时间来去做可惜性评估 但是我会要求这个可惜性评估 必须是完整的详细的 针对我们这边整个的交通报告 包括说他们的交通流量报告 包括他们目前对于这附近的区域报告 台铁必须在这边给我一个很详细的说明 然后我们才可以依这一份说明 来去再做后续的办理 市议员员美林也希望 在还没有增设新的火车站前 希望可以增加其他客运 经过这里的班次 方便民众对外交通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已经有将近 快要1000户的人住进来了 然后呢这些的建案又越来越多 所以呢未来可能会有3000户左右在这里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增设一个火车站 让大家有可以多方向的选择 大众运输系统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有想到所谓技术跟坡度的问题的话 我们也希望国道客运这一方面除了2088以外 或者他除了就是因为目前就一班嘛 未来8月开始增加两班 是不是可以多增加几班 或者是更多线的国运客道可以一起来 载运这些需要乘坐大众运输系统的住户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不仅对住户有帮助 对未来活络这边的观光也是会有帮助的 立委林佩祥指出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会请台铁公司进行完整详细的可行性评估 持续监督这项计划的后续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记者 基隆报导